大家好 歡迎回來《科技新G》 繼續和大家update 今個星期的重點科技新聞 WhatsApp剛剛對用家發出通知 將會更新服務條款及私隱政策 當中最令人驚訝的就是用戶信息 將會由2月8日起強制與Facebook共享 包括WhatsApp的帳戶信息、電話號碼、服務相關信息 互動資料甚至是IP地址 Facebook 說希望有助優化服務 讓他們更了解客戶 提供更適合的個人化資訊及廣告等等 其實WhatsApp都曾被爆出私隱問題 Facebook 近年都經常因為政治取態而被批評 最近甚至凍結了美國總統布朗普的帳戶 直至他權力現在為止 大家會否積極考慮放棄Facebook和WhatsApp等社交產物呢 Samsung 正式預告會在香港時間1月14日晚上11點舉行網上發佈會 預計將會發佈最新的S21系列 到時記得留意Gadget界的報導 市場預計會有Galaxy S21、S21 Plus和S21 Ultra三款電話推出 根據S21系列的流出圖片 鏡頭設計和預告吻合 會延伸至邊框 採用至中的打孔孔 S21和S21 Plus 搭載三鏡頭 S21 Ultra 就有四個鏡頭 甚至網上已經有上手試玩的片段 除此之外 全民的真無線耳機 Samsung Bugs Pro 都應該會一起發佈 採用入耳式耳塞和另面設計 網上都出現了詳細的評測影片 似乎兩大重點產品都已經曝光 不知到時發佈會還有甚麼驚喜 2021年開始不久 香港人已經遇到不少挫折 但無論怎樣都好 日子總要過 陪伴我們長大的Flash Player 都要手中正寢 Adobe 由2020年12月31日開始 已經正式停止支援Flash Player 不會再發佈任何更新和安全維護 今年的1月12日起 更加會終止Flash Player播放內容 為此官方都強烈建議所有用戶 立即解除Flash Player的程式 保護各人的電腦系統 知名YouTuber Jerry Rick Everything 拆機無數 由他選出最硬正、最耐用的電話 說服力十足 他表示今年最硬正的電話 不是旗艦機 而是中價的Google Pixel 4a 他說 雖然Pixel 4a只是用膠殼 但都很夠堅韌 螢幕都容易更換 至於Pixel 5 就是年度最易維修的電話 可惜Google近年的Pixel電話 都沒有在香港市場正式推出 除此之外 他都選了iPhone 12 Pro Max 是內部結構最漂亮的電話 最難維修的電話 就是黑沙3 內用度最差的電話 就是OnePlus Note 不過事實上 除了iPhone 其他電話在香港 都不算太熱門 踏入2021年 Apple再推出新產品 就是AirPods Pro的牛年限量版 限量版基本上跟普通的AirPods Pro一樣 包裝盒上印了特別設計的紅色牛偶Emoji 而充電盒都印了灰色版本的牛偶Emoji 這款限量版只會在香港、台灣、新加坡 和中國四個地方發售 售價同樣是$1,999 以特別版來說 似乎有點斜 設計和平時的印字版相似 大家又怎樣看呢 今個星期 男兒當入樽的作者 井上紅燕 公布會推出入樽的動畫版電影 雖然暫時相關的細節不多 會延續漫畫版結束之後的故事 或是其他內容都仍然是未知之數 不過官方已經設立了這套電影的網站 各位入樽迷或要在內心等候 Switch版的Monhan Monhan Rise 預定會在2021年3月26日推出 最近Capcom就宣布由即日起 去到2月1日 背對外釋出Monhan Rise的免費體驗版 給所有Switch的玩家試玩 大家已經可以在任天堂的eShop下載 體驗版可以一個人玩 或是與附近主機的人一起玩 如果有任天堂Switch的Online Pass 就可以在網上與其他人一起玩 今集的科技新G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好不好